这样的写法比较直觉 通通都是我脑袋里面想什么做什么 那录制剧集是 Excel他想录什么 他自己有规则 那当然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当然也没有一个绝对 都是阶段性的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直接把它执行 那不过如果你没有把握 建议是游标放这边这个中断点 让它跑一下 跑到停在这边的时候 按F8 租航跑 国文切过来 然后他就做什么 把资料 等于是公式贴过去 因为公式已经做了 所以这边应该看不出来 然后他往下跑 跑到统计 切到统计好了 这边全部跑完之后 再来怎么 切到统计 切过来之后的话做什么 把国文放进来 国文现在I等于3 所以3加上7 所以P7就过来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丢过来的东西 自动会去连接到前面的层级了 应该没有问题 后面都一样 所以就往下跑 跑到差不多 跑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全部跑完 OK 做完了 结果其实差不多 结果也不会有错 不过呢 我们从头再跑一次 你会发现它好像会有点 比较慢一点点的感觉 我现在再试一下 看一下 就是最后这样 直行 有了 好像赶快慢一点点 慢大概千分之一秒 差不多 一定比较慢一点点 因为那个回轩的效率 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点 不过我想应该 反正在相差 只要不要超过分钟的话 应该都没感觉 你说插个千分之两边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你这样子按下执行 它会怎么样 它会闪动一下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将来 你希望怎么样 按下执行的时候 它不要闪动的话 其实也可以把闪动关掉 关掉之后 反而效率会更快 为什么 因为它不会这样 一直闪一直闪 可以减少 你CPU运作的效率 那那个部分的话 其实只要写一行就可以了 写在哪里呢 写在最刚开头的地方 利用 如果你将来要关掉 比如说你将来可能会 有很多页面一直切切切 切一直闪闪闪闪闪的 那你可以把那个 画面更新的功能关掉 那画面更新由谁决定呢 就是由那个 许迟的爷爷决定 许迟他爸爸是 工作表的爸爸是工作部 工作部的爸爸 就是Excel 自己本身的那一个 最大的物件 所以工作部外面 还有一个叫Application 许迟的上面叫Workbook 有没有 所以许迟的爸爸 就是Workbook 加S Workbook 有没有 工作部 那Workbook的爸爸 叫Application 所以那个Application 怎么拼 其实就是那个APP Apri P-I-C-A-T-I-O-N OK Application 如果你拼对的话 点下去 就会有这个东西 就是清单 但如果你拼错的话 那你点下去呢 就不会有清单 你就知道你到底拼对还拼错 OK 里面的话有一个属性 那个属性呢 就是决定要不要更新画面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 再打一个S S-C啦 就是Screen S-C-R Screen 然后呢 你就会跳到呢 也叫Updating 顾名思义嘛 Screen 要不是Updating 对不对 空白键一下 你只要打S-C 大家就出来 空白键 等于什么 等于True或False 那预设是True 就跟开关一样嘛 这时候你可以把开关关起来 等于什么 等于False就好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不过特别注意 你这个地方 如果把它关掉 记得在 开头的地方关掉 记得你要在什么 结束的地方 要打开